这一次的这个新北的环境教育奖 联合报是为因获得获展的一个媒体 联合报就在投入永续的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有两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当然媒体的核心的能力还是做报道 然后监督政府促进社会的进步 因此在这个部分我们推出了大量的 跟环境相关的报道 比如说联合报 持续不断的阳光行动的这样的专题 还有和认警工程基金会合作 来推动了一些重大的议题的报道 那这个是我们对外希望能够改变社会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说 改变社会之外我们也要改变自己 就从对内来说 联合报应该自己也要在永续 在环境在境灵上面来做一些努力 那这一两年 联合报在这个永续领域的工作 已经有一点小小的成效 首先比如说联合报的两座印刷厂 已经在屋顶上全面的架设 我们也希望大家 在我们的员工餐厅用餐的时候 能够自备餐具 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改变自己的方面 做的一些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or在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的作询多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пож scharf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做温 Bonne touch сим率委 testified